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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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lla Hello,各位亲爱的球迷们,大家好 我是周四仙的毛哥 哼哄活活,黄黄糊糊 2016年年佛蟹杯正式落着梦了 恒大又一次不出意外的读怪 这届,佛蟹杯看到毛哥,我是春心荡漾 方抄碧天天呢 不禁大家来听影这解说 闭上眼睛 回归正题啊 这场比赛逆转 冲突争议该有的爆点都有了 来来来 让毛哥一本正经的跟你们讲一讲 这场惊心动魄 荡气回荡的赛事 首先是苏宁门将顾超 对 就那帅哥 再一次成为封口浪尖上的美男子 前段比赛还是可圈可垫的 苏宁2比1战时领先 比赛进行了70多分钟 黄博文的一脚远射 被判断出现那么一丢丢失误的不超 露尽其往 导致苏宁组场2比2战品很大 70多分钟都坚持住了 兄俩就差着十几分钟吗 不过没关系了 大家很快会忘记这个球了 因为这球臭的程度远远不及 对叙利亚那场 战火纷飞流离失所 他的脑子里现在只有那些苦难的叙利亚人民 那些叙利亚的朋友们 此刻多么需要一场球赛的胜利 来鼓励与恐怖分子的战斗到底的决心 为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为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顾超同志献出了自己的身体 全力扑向自己的球员 拳打江志鹏是脚踢人 让叙利亚球员打空门得粉 看老冯这一副 你弄啥类的表情 被顾皇深深的自信完全碾压 嗯 碾压 其实毛哥觉得呢 一场比赛的输赢 不只是门将一个人的原因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中国对伊朗那场比赛啊 顾超临时替代 增城做锅门 看着后卫都站在 离球那么远的地方 一动不动 你说试入 只让门将背这个锅 这还真不怎么公平啊 大门窝 毛哥呼吁小伙伴们 理日看球 切勿为黑而黑 做一个有素质的球迷 好 走空下来再传 这一次啊 这一下啊 顾超 不就非常 大门 好了 这期的吹毛修斯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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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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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